被所属球队从中超大名单中撤下,对于有些球员来说,可能是很无奈的一件事。 比如恒大外援古德利,但对于恒大韩国外援精英权来说,却仿佛是一种解脱,随着此次被恒大排除在中超大名单之外,在恒大效力六年之久的精英权,终于做出了他人生之中最坚定、最重要的一个选择,去欧洲踢球。 以前,虽然也有精英权要去欧洲踢球的报道,但最终却都无疾而终,这其中的原因,我想主要有两个,一是恒大这出的薪资,足以板住精英权的脚步,二是他对自己的能力没自信,但先去欧洲踢球打不上比赛,如今,在恒大已经确定没位置了,精英权自然对恒大就没有任何留恋了。 据悉,精英权这次去欧洲踢球的愿望非常的强烈,甚至被此拒绝了来自西亚球队的高薪诱惑,那么,为什么精英权这次会如此的决绝呢? 我想,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,其一,是刚刚过去的俄罗斯世界杯,改变了它,虽然韩国队小组赛就惨遭淘汰,但精英权却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找到自信, 尤其是小组在最后一场和德国队的比赛中,精英权的表现非常的惊艳,他不仅在和人高马大的德国队员对抗中不落下风,出色的完成了防守任务,还在最后阶段打进了至关重要的一个锦球。 三场世界杯的比赛,精英权的发挥都相当的稳定,堪称韩国队后防线表现最亮眼的那个人,在和世界强队的直接对话, 中,精英权也渐渐意识到,以自己的能力,是足以在欧洲联赛立足的,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世界杯实战之后的自信,他才重新给自己的人生定了位。 第二,宝利尼奥的榜样作用,把希拉元宝利尼奥以恒大为翘板,直接去了巴藏,这一段传奇经历鼓舞了很多人,尤其是他身边的恒大队友更是为此蠢蠢欲动。 高拉特在宝利尼奥的榜样作用下,曾经不惧一次的表示,他想去欧洲踢球,这一次,精英权如此铁了心要去欧洲踢球,不排除有宝利尼奥的榜样因素在,不管怎样,祝福小金,冷静会找到他的欧洲新东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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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